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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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之前有一些關於疫情 還有疫苗的狀況都有跟他連線過 那今天是非常高興是直接邀請署長來到我們的現場 所以算是第一次在直播當中可以直接露臉露面 好那我們今天其實我是節目是預錄的啦 就是在禮拜五的時候 因為署長剛好來到高雄 然後想說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不如就邀請署長來現場來調一下 主要是因為最近 署長發了一篇文章引起非常多的討論 這個是社論 楊智陽說1450萬歲 這個歲竟然是用歲掉的歲 對 怎麼了 怎麼了 但你想看 今天很有趣 我今天是到高雄醫學大學 那這個跟一位教授 還有跟一位中國醫藥大學的蔡院長 老朋友三個人 那我跟這個蔡院長講1450 居然高一的那位教授問我說什麼叫1450 蛤 他不曉得 哎呀我說好奇怪喔 真是南北有差距 因為台灣現在大家都知道嗎 很多人是不看報紙的 確實 對不對 也不太看電視的 就滑手機 對不對 那滑手機好不好很方便 但是呢 滑手機就是你也有很多群組嘛 對 而且群組是 一定是跟你怎麼樣 所謂的同溫層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很麻煩 就是說我所知道的看自由時報的 除非他是專門做廣播做研究的人 他絕對不會看中時跟聯合 其實現在手機都有大數據AI系統 中時看中時聯合的人 他不去看自由 還有比方說看三立的人不會去看TVBS 所以這個台灣現在變成什麼呢 變成不只是藍綠的問題 還有世代的問題 是 南北的問題 對 所以我常常就問朋友說 台灣是一個團結的國家還是分立的國家 因為蔡總統不是每次都講要團結團結嗎 他講團結 還有前輩前輩 還有前輩前輩 我每一次這次元旦的時候 還有幾個月前 他又講團結 很對不起他 他每次講這些話的時候 不好意思講 我幾乎都要吐了 對不對 他就要分裂 那你要團結 其實就是因為快要分裂 所以他才必須要呼籲團結 這個就像以前老講的時候 堅守民主陣營 現在不會有人講 我才 我跟妳講一個 以前我在台大醫院服務了幾十年 台大醫院 幾十年 看到的時候 這個 這個 本院拒絕紅包 嗯 表示紅包很厲害 表示有紅包 所以他是要拒絕 那時候中國大陸的醫院去看 嚴打紅包 就知道這個地方很厲害 現在幾乎都不受紅包了 上面都沒有這種字 這也就算是好事 對對 你想說天天講團結 就表示 謙卑謙卑 他高得不得了 他哪有謙卑 是 講好話 署長在這一篇的文章當中 講到1450萬歲 那會用粉碎的這個歲字 是說 因為只要阻擋1450的人 要嘛就是 所以我先回答 我們談一點這個網路 網路當然很方便 對 那麼可以 很容易的就是 你自己可以表達意見 是 也可以聽到別人的意見 是 但是呢 在台灣有個現象 就有些人就濫用 對 網路上 那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絕對我們要 要自己要耐得住 因為我看到有幾次 是 就是年輕的朋友 被網路上霸凌 嗯 霸凌到什麼程度呢 我也想被霸凌 你沒有問題啊 你很堅強啊 人家都怕你啊 我都怕你 到什麼程度呢 活不下去自殺 有沒有看到好幾次 這真的是一個比較嚴肅的 就是說有的人呢 他不是那麼耐得住 然後 那些都是垃圾蟑螂 你想那些是垃圾蟑螂 那些就是 不敢用使民來 來 像我被1450處徵嘛 是圍剿的受害者之一 不是 因為我是咖 是 你是咖 連蔡英文都罵你啊 對 不是 連蔡英文 賴清德都要 都來罵我對不對 那表示我是跟他 同一個階級 同一個level的 我認同 因為我罵了很久 他也沒理過我 你看在網路上啊 有講綠區 有沒有 英皇 有沒有 那個皇還不是皇帝的皇 蝗蟲的皇 對不對 那他有沒有人去罵他 因為他不是他嘛 所以我最近啊 就是特別去安慰 這個張三鎮前院長 是 其實啊 最起碼有一個人不敢罵他 誰 戴清德 為什麼 台南 那時候高雄台南不是大地震嗎 他只做了四個月的院長 對 他是有史以來大概行政院長裡面 他的民調最高的 是 他也不會說是因為黨派的關係 他幾乎全力去幫忙台南 這個那幾個大樓倒塌嘛 對不對 對 他絕對不會像這個 陳徐拿了45億啊 什麼去建紀念館啊 還有 應該是政府承擔的 他拿了個錢去打官司等等都不談 對 那麼他就被 因為他看到這個 先是那個 那個普悠嘛 後來就出了這個太魯閣的事件 對不對 那他覺得49條人民 還有兩三百個人 他就又現在缺水嘛 他就講一句就是說 風不調雨不順 國不泰民不安 他其實是覺得 一個心境 一個做一個以前的行政院長 他這個照顧過老百姓 那現在的心境 結果呢 馬上就被 被出真的 媽的一塌糊塗 對不對 對 就要求饒了對不對 他其實沒有求饒 他第二篇他只是 他在 他因為受不了了 有點情緒了 其實那天因為我有跟他就是報時聯絡 那他就說他後來考慮先把他撤下來 因為他不想要讓1450占便宜 讓他們得功勞 他後來發的第二篇呢 他的這個言論呢 其實是再去闡述說 為什麼他有這樣子的心境 這是 我現在很多人都有這種心境啊 對啊 可是1450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出真 為什麼 就把這個倒一個方向 因為這是政府的執政的錯誤 是 我覺得這個蔡政府什麼都不要 我說臉都可以不要 但是他一定要有一個東西 他有票跟什麼 跟他的滿意度支持度 你看他的 他做了那麼多亂七八糟的事情 然後雙標 我現在可以指出20件出來雙標 對不對 他以前罵 用中華台北去參加WCA 他認為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統一 這是他自己講的 對 他罵來軍罵得很兇對不對 有 他那時候當新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說一定要支持把何時見完 對 對不對 對 沒錯 我記不起來那麼多 你剛提到說 蔡總統他之前在17年前的時候 是 不只超過20年了 他當時還是在當蔡主委 是 在當路委會主委的時候 他當時就已經講過說 台灣無法逃避一個中國的問題 他是說未來的一個中國 是台灣民眾唯一的選擇 在他說過的話 是 對 這個東西太多了 所以呢 這個 對於這些 大家被網軍修理 就是為了要讓蔡英文一直維持 有一半的支持度 就是他這個什麼物質家的那個什麼台灣什麼調查 什麼民力島什麼調查 他一直要維持這個 嗯 那所以他什麼手段都做 我們都知道什麼叫1450對不對 就是我們高議的那位 我嚇到了 那1450呢 就拿政府的錢 去維持民進黨或維持這個蔡英文總統的這個民調 對 你想看1550多厲害 16年的時候是賴清德的民調高還是蔡英文的民調高 賴清德 高很多對不對 是 他當時求饒了 對 公開求饒 網軍放過我吧 對 公開 他不是私底下說跟那個蔡總統說 哎 這個你不要這樣吧 我們都是自己人啊 對 你不要這樣子 他是公開 是 在報紙上在媒體上公開求饒 沒錯 那你說1450厲害不厲害 是 太厲害了 現在所以大家都講說是王軍治國 而且尤其就是行政院整個國家花1450萬的這個預算 那楊王軍這剛開始 這個代號剛開始嘛 結果最近的你知道嗎 是台鐵的春露公司 在台鐵也有設置藝人專門在搞行銷 全台灣每個部會都有 是 像今天的報紙 嗯 就知道 那個 農委會不是1450 嗯 是4000萬 那個錢本來是要照顧農民的 對 對不對 是 那現在呢 就拿去做大內宣做大外宣 是 所以整個政府就是一個什麼宣傳部 是 宣傳有沒有用 當然有用 我們講一下 嗯 我特別講一個事情 魔鬼的對面是不是一定是天使 嗯 可能是撒旦 怎麼說 我舉個例子 嗯 史大林壞不壞 嗯 他的對手是誰 希特勒 希特勒 對不對 嗯 你看那個時候 德國的二次大戰之前 那個那段時間 德國是所有在先進國家裡面 教育水準最高的 對 對不對 國家這個最強的 嗯 對不對 那居然來一個格貝爾 他說謊話講一百遍不相信 我講一千遍講一萬遍就相信了 肯定 所以那時候所有的人都相信希特勒 是 對不對 莫崇尼尼也是一樣 希特勒是靠選票當選的 對不對 莫崇尼尼呢 一樣 其實現在整個民進黨的行為 有一本書叫做什麼 叫做獨裁者的天下雜誌翻譯的 就獨裁者的什麼什麼 怎麼樣製造出來的 所以一人一票不代表這個政府 是一個民主的政府 可能是可能不是 是沒錯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在罵這個習近平獨裁 對 他是獨裁 是 他說對面蔡英文一定是民主的嗎 剛剛不是很多例子嗎 對 對不對 邪惡的對面可能是邪惡 募國的對面可能是傻蛋 其實我覺得 就是蔡英文總統 他慢慢的啦 覺得 不管民調是不是真還是假 但是我覺得真實的民心 在每個人心中發芽 那確實是真實的感受 但是還是有人支持他 就像希特勒不是很多人 你看日本的所謂的軍國主義 是 那個最年輕最帥的 才10歲出頭的 是 受最好教育的 是 就在這個洗腦底下 就開了臨時戰鬥機 是 衝向這個所謂的那個自殺飛機 是 去撞美國的軍艦 是 那是最好的年輕人 最帥的 是 最有前途的 不過現在蔡英文已經執政了五年多了 是 五年多的時間這個 他有行政 立法 司法 還媒體 人家說他是三軍統帥 對 他現在是四軍統帥 還有網軍 網軍 對 他馬上要將台灣帶入一個 像您說的 絕對的獨裁 是啊 今天說的東西 是 台灣是越來越民主嘛 台灣一定要民主 一定要走向一個正常的國家 這樣子 才會人家在支持我們 沒錯 我現在講一個 我們最清楚的 大陸的那麼多 我們很多人都去過大陸 是 我們去的 以前去的時候呢 這個大陸的民眾呢 對我們是 沒有說特別尊重 最起碼都是華人 對 也不能說是不是同胞 那不重要 最起碼有起碼的尊重 是 那你現在去網路看看 網路去看看 嗯 幾乎所有大陸的年輕人 全力支持武統台灣 嗯 你不僅上網看看 有 這樣子民運已經慢慢的高漲了 但是我們相信啦 那你想想看 這是怎麼造成的 就是蔡英文的 你幹嘛沒事去罵這些老共的 結果他自己呢 天天佛妙必拜 對不對 還要去跟著這個 啊 這個 金香團 去那個 馬祖金香團 有沒有 是 對不對 那 結果呢 他把所有的國文課門都改了 對 對不對 我們 當中節要不要吃粽子 華龍舟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一種思想 包括現在 他從來不提 他從來不提 也有言論的審查機制 對啊 所以現在 像你看中秋節要吃月餅 嗯 八月十五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九月十五 月亮也是月亮 那一月十五要吃元宵 為什麼不二月十五吃元宵 嗯 對不對 所以 這個都跟中華文化沒有關係 是 對不對 這不是很奇怪嗎 是 OK 好 反正我覺得 我講一個東西很重要 這個所有的節日裡面 都要放假對不對 對 然後大家很高興啊 所以政府也不敢說不放假 一定有放假 是 而且還有交通什麼大詞規 對不對 是 只有一個是台灣文化 嗯 哪個是台灣文化 你說 中秋節烤肉 呵呵 這是台灣文化 烤肉是我們自己創作出來的 創作出來 對 所以我剛剛其實覺得 署長提得很好 就是 1450總是會有一天 會被大家看破手腳 不管 就像希特勒 對 就像莫索尼尼 是 沒錯 沒錯 所以 總有一天肯定會 像您說的 一定會萬歲 對 本身會整個碎掉 對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今天的廣告馬上回來 我覺得我們剛後面那一段 就是在直播可以播啦 但是廣播的話 就是後面那個 就是 沒關係 我就縮短第二三段 對對 那個第二段 第三段 我覺得 疫情的東西還是多聊 是說 剛剛 剛剛 剛剛有一段 我覺得放 就是 直播就可以了 對 對啊 那個 不喜歡我講那麼多 我們把他刪掉 不是不是 不是 我說後面第二段跟第三段 我們要聊就是疫情的東西 沒關係我們先繼續 現在來聊疫情 嗯 對 OK 好 歡迎回到雄外之音 我是主持人林軒 我們今天特別榮幸邀請到 前衛生署長楊志良來到我們的現場 好 那個署長 那個 不要叫我署長好不好 那我要怎麼稱呼你啊 楊教授 教授是永遠拿不掉的 最初還是教授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改靠楊教授跟你們啊 好 那我們今天來請教楊教授一下 就是這個華航園區諾富特飯店 它的染疫的風暴其實是持續延少當中 那像最近又爆出來說 諾富特飯店它既然又是防疫的旅館 那它又同時又對外招攬客人 所以就非常多的人在懷疑說 這個防疫旅館到底是誰在管 是誰在負責抽檢的 我看到署長之前在上節目的時候有提到說 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諾富特之亂一直互替啤酒 你當時講說全台灣可能隨時都會有破口 對 這次幾乎所有的這些關心的學者專家 都說比布桃還要嚴重 因為布桃非常清楚它的來源 對 對不對 對 那麼這一次呢 最主要是什麼 它的來源不清楚 嗯 那麼我先講這個 一個整個的 如果說要打屁股的話 要打三下的話是陳時中部長 打兩下的話是桃園市長 曾文燦 曾文燦 打一下屁股的話是華航這個旅館的 華航要負責 他們高層管理的宿舍 對 高層管理的宿舍 要打屁股 因為什麼 因為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你定政策 那觀光局呢 觀光局就是交流部管的 交流部長已經打了屁股了 OK 好 那觀光局局長就撤職好了 他們現在在踢來踢去 這不是我真是中央的 我們要講一下 中央說是地方的 這個政策 那麼你政策決定了 就是觀光旅館跟防疫旅館 這是由地方政府管的 對不對 沒錯 那這個地方政府呢 當然有關於這個民眾健康的 縣市政府裡面的衛生局 是 好 那我講一個過去的經驗 我當署長201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就是登格勒整個亞洲大流行 在印尼是幾十萬人 最乾淨的國家叫做新加坡 它只有六百萬人 它兩萬個人確診 台灣兩千三百萬個人 五千零幾個人確診 這整個 那我們怎麼做呢 中央疫情指揮中央就是我負責的 這個 你剛才是指揮官 副指揮官 指揮官是行政院長 大概只是負責出我 不像這一次這個 是行政院長沒有出來 為什麼要行政院出來 因為財政部誰管 但是行政院長管我過不了 可是財政部有很多的空的防射 像高雄不是有一個黃埔新村嗎 那時候我覺得沒有管 那裡面是不是很多蚊子 會登格勒對不對 學校要不要管 部隊要不要管 都要啊 對不對 當然最主要是縣市政府 所以我們那時候決定是 縣市政府要去管 那縣市政府 我們怎麼知道縣市政府有沒有做事啊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那個是 因為你們在中央啊 所以環保署長 那個 我們都開玩笑叫做小毛 就是那個 剛剛跟你講過那個誰 現在我突然把他名字忘了 沒關係 剛才跟你講過 沒關係 我們兩個呢就一起 拜訪那時候的這個 台南市長許天才 台南縣長蘇煥志 是 那時候還不是台南都欸 對 我們也去看了這個 楊秋興縣長 屏東縣長 然後去看了陳徐市長 我們 但他們要負責啊 對不對 但我怎麼知道他做了沒有 所以去找他 然後請他帶我們去 村里長總要認識他嘛 對不對 地方首長嘛 那村里長才能夠帶我們去人家家裡 你想想看 隨便一個縣市長去人家家裡 也不一定進得去欸 那我要去 我自己介紹我是誰 你能不能讓我進去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進到人家家屋裡面去 是 當著縣市長的面 是 你看這一家你看 他的這個 花盆底下 你看都是水 而且上面 我給你看喔 那個都是咀嚼喔 我們到人家地下室去看 是 竟然有積水 就是裡面蚊子很多喔 這樣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實際去抽點一下 這樣的話呢 那個衛生局長說 哇不得了了 你看 當著縣市長的面 你看我這個衛生局長 人都到了 沒有做事啦 那這趕快到各個這個村裡去對不對 對 到區裡面去對不對 是 那這樣才能夠控制住 所以這一次呢 就是 你不能說陳時中 我只是說啊 下個命令 這個是我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說 這是縣市長的事 那縣市長做了沒有 那個旅館有沒有去做 所以這個旅館一定會包 包疫情 為什麼 一館跟二館都糊通的 對他們混數 混數 而且呢樓梯呢是共用的 對 那空調也沒有分開 那用肚臍想 你就知道 一定會爆發嘛 是 對不對 那我們想看 我們這些駕駛 這些機師 它會飛到不同的國家去 嗯 那我們台灣的這個防疫旅館 就是以前進來的14天 再加7天 就是一般外國回來的 我們的國人回來的 對 我們有沒有報了好幾次罰款 就有人 有些記錄的 對 因為那個里長今天要打電話 有沒有 這個說你有沒有跑掉 那我們有這個手機定位 對不對 那他就跑掉了 就被罰了對不對 那你想看 外國的防疫旅館 會比我們嚴格嗎 都不會報問題嗎 如果台灣都會發生的話 國外也難免了 對 我們還最嚴格 我們還罰的 我們管的最厲害對不對 那你想看 你到這個 到法蘭克吳去 到安克拉茲去 到這個阿拉斯加安克拉茲去 那個我最喜歡那個地方 我去了好幾次 我開RV車 是 帶隊 烤牛排給大家吃 真的不能講 他們如果我烤的牛排最好吃 下次我烤給你吃 不要在樹底下拿那個 手刀剪個木頭 那不講 那你到那邊去 他們這個過境的時候 停留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睡在 飛機駕駛場裡面 也是一樣到防疫旅館 防疫旅館 那防疫旅館 裡面要不要有人提供餐飲 送餐 要不要整理房間 需要 通通要對不對 對 清潔人 我想看 如果那些人 容不容有破口 所以其實只要一旦到疫情發生的地方 都會有風險 對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這些國家 去德國 去美國 這些什麼 其他這些國家 他們已經在打疫苗了 而且是三級人體試驗 而且已經是緊急授權 我要跟我們的朋友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所有用的疫苗 都叫做緊急授權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類從來沒有這麼短的時間 可以研發出一個疫苗 是 不是十年 最少五年 我們1918年 H1N1 流感大流行 到了1930年才把疫苗做出來 到了1945年 就是很正常的時間 研發時間 那我們現在從去年12月到現在 這個疫苗 到底能夠讓我們產生抗體多久 現在都不知道 對不對 現在還不夠足夠資料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這個有疫苗 而且知道還有相當不錯的效果 對 那所以我們這個 如果我是華航的總經理 董事長的話 我就說我飛機要飛到你們那邊去 那你先給我一千劑的疫苗 這是所長你的建議 是 是 因為你想看 我要買十萬劑 一百萬劑 買不到 我飛機要飛到你們那邊去 那我的駕駛員 我的空腹員 可不可以先給我一千劑 這現在有蠻多台灣人 他們本身也有家人在美國的 對他們都打了 最近也都會飛回去美國 他們願意去 回去 他們在美國都打了 對 現在在台灣的人在美國 在這個台灣人在大陸 在英國 不是都打了嗎 是 那我們到那邊去 我就最起碼 最好是你送給我 我給你買嘛 買一千劑 所以這其實也是一種方法 再打完了 打完了再飛嘛 城市中買不到疫苗 但其實可以用華航的身份 對 公司來跟美國買 我的飛機飛到那邊去 你的飛機飛到我台灣來 那你的都打完了 我都沒打 是 主要現在在機組裡面 他們有一個非常大的民怨在說 因為4月4號 第一批是在3月初的時候 第一批從大韓航空突然間就來到台灣 突然間的 那那個時候AZ疫苗還算是 很多嚴重副作用產生 韓國發生很多血栓事件 還有死亡的 那歐美國家也非常的多 那後來呢 我們判到了4月4號 首批從那個COVID來的AZ疫苗 進來台灣說 事先提供給醫類的醫護人員 結果咧 醫護人員的施打狀況非常不好 很多的醫護不敢打 然後政府呢 怕疫苗過期 那有人害怕說 這個施打力萬一很低的話 會影響他們的施政表現 趕快開放給2類3類 市中部長現在最擔心是什麼 過期 過了效期 然後到時候幾萬劑被廢掉 那這樣的話他一定會被罵 所以他現在怎麼樣 65歲以上 他現在幾乎全開了 6類全開 7 8類也可以用的 當然這是好事 我們知道 就是你不要浪費這個疫苗 那能夠用的話 就讓大家全部 那陣子不是還要收錢嗎 對 但現在是可以自費的 現在就是好了 那65歲以上幾百萬人 可是這個是有一個 實現去的一個過程 但是他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他竟然現在發生了 機制染疫事件 他就批評他們說 你們因為都不打疫苗 打太少了 連那個臺版的李春基他也講說 就是因為你們不打疫苗 才會有這個後果 那你當初就應該讓他們先打 所以這個施打順序 我覺得政府 真的有問題嗎 真的是應該 你想看他們要到別的國家去 而且別的國家都疫情都非常嚴重 對 而且到那個地方去 你怎麼可以保證他們會比他們更嚴格 對 而且台灣人是最守法 這一方面 這個打疫防症跟這個戴口罩 你看哪個國家像我們這樣 那個美國那時候都不戴口罩 到現在為止 美國30%的人不想打疫苗 也是 所以剛剛講到說這個諾富特飯店 就是鄭文燦他就有一個回應 就講說諾富特一直都是中央管的 那一直都是中央管的話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奇怪了 他耍賴 重點是這個諾富特飯店 他還參加了桃園觀光局的 住宿的有優惠 是 所以他們是在家飯店 現在是一手拿著防疫旅館的補助 然後一手還拿著旅遊的補助 對 這個事情 觀光局是屬於誰管的呢 交通部啊 是 所有的這個觀光旅遊 都是屬於這個 所以我剛剛講嘛 對 你說那個 那個 那個局長要 要處分嗎 可是部長你打過屁股了嗎 只是說現在比較蠻可惜 所以大家都賴賴賴賴去啊 對 大家都賴賴賴去的 而且就是 桃園市府竟然 沒有公開防疫旅館的名單下面 就讓他們可以去申請 旅遊補助的 對 所以才兩邊賺 對 這是蠻糟糕的一件事情 然後另外像 黃航機師跟諾富特飯店 呃 感染了這個新冠肺炎之後呢 呃 這個旅館啊 嗯 這個就是衛生局 還有 這個市長這邊呢 市長這邊呢 市政務這邊有 有一個務司 為什麼 你既然是防疫旅館 嗯 那你那個 你說失誤嗎 失誤 你住討怎麼最後怎麼控制住的 嗯 分層分艙 對 這一層的 你服務這一層的 不能服務另外一層 因為它本來就有一般的這個病人 對 一般的病人 絕對不能讓那個照顧有疫情 呃就是那個染疫的人的 這個醫師是不一樣的醫師 人格做好隔離 護理護士 完全不一樣的護士 對 這樣才把它控制住 是 那你這個防疫旅館 第一個完全就不對嘛 是 都用同樣的電體 是 也不分層分艙 啊空調也是 不是獨立的 因為我們的 呃這個醫院啊 嗯 這個防疫的醫院 我們現在醫院負壓病房 對不對 它是完全獨立的空調 是 是 不是獨立空調 你要做什麼 呃飯店本身的管理出了問題 是 那地方政府 這個都道也有問題 那你剛剛署長提到說 中央是負責做決策的 那地方要負責執行 那怎麼知道地方有沒有執行呢 就是要親自去 要派人去抽查一下 嗯 衛生局也要去抽查 所以其實大家都有責任 對 好 那我們待會再跟 楊教授來請教一下 他說 欸關於之前指揮中心的 專家諮詢小組 有一位委員 李秉穎啊 他講說機組人員先打疫苗的話 會被國際笑死喔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國際上這些駕駛員 是不是都打了疫苗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聊這個東西 最後10分鐘OK嗎 可以到15吧 因為可能第一段太長了 對啊 你第一段真的要剪 對啊 因為我覺得後面還比較重要 哈哈 對 對啊 可是我們直播可以放啊 直播可以放啊 所以我第一段那邊真的要剪 嗯 對對對 因為我剛剛有稍微做紀錄 所以我可以待會跟你說 呵呵 15的話那就是到 6點 零幾分 大概5分吧 6點5分 欸那個署長 之前喔就是指揮中心的這一位 專家諮詢小組委員 他都批評講說 欸這個 如果讓機組人員先打疫苗的話 他會 台灣會被國際笑死啊 但是 連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是醫生對吧 對 柯文哲他都講說 欸當初決定打疫苗的順序 這個戰術是有錯誤的喔 那現在重看影片的話 欸應該機組人員也應該先打 不是我們要問問 別國家的機組人員 打不打疫苗 那能打啊 不能他們飛來飛去 嗯 你們有沒有聽到 別的國家的機組人員 都染疫了 很少吧 嗯哼 那那些國家 我們知道台灣是最安全的 別的國家都是 那可能時鐘就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疫苗 數量有限 數量有限 那 那結果 醫事人員都不打 你剩下要幹嘛 嗯 要過期啊 我想這個30萬劑喔 一定會打完 嗯 喔你覺得會 對 因為時鐘一定會拼老命 讓他打完 不能我到這個 老鳥放哪裡去啊 任何醫院當 維護部長一定是 想辦法讓他 這最後沒有辦法的話 來打了 一人給一萬塊 開玩笑 開玩笑 一定要把他打完 一定要把他打完 對不對 一定要打得完 嗯哼 而且現在 因為柯文哲也有提到說 就是如果說這個事情 是發生在印度的話 現在印度是最嚴重的國家 是全世界 我們真是看到那個真是 人民的損失喔 這樣子實在是捨不得啦 他們的人數超過台灣的人口數了 對啊 這是人類的大悲劇啦 真是悲劇 是那如果這事情發生在印度的話 欸當然是讓醫護人員優先施打 因為他們在那邊特別嚴重 是 可是台灣在過去的一年當中 有特殊的防疫模式 因為台灣內部是乾淨的 外部才有進來的感染病 進來抓一個 對 那這部分如果署長 你這個專業的建議的話 你覺得呢 可是喔你曉得 這個打籃球跟踢足球都一樣 上半場很精彩 可是那不算數 是 最後一定是看 輸贏是看下半場 關鍵的 那下半場是什麼 在這個 新冠肺炎或是任何傳染病 最後就是疫苗 你沒有打完疫苗 都不算數 都不算贏 是 就是你要大家都有免疫力 是 那現在如果你一直都不打疫苗 沒有大家有免疫力的話 那這個經濟會完蛋 是 你看看喔 美國是3500萬人以上染過了 所以他們是有抗體的 某種程度的抗體 是 它又已經打完了2億多劑 是 那美國才多少人 3億3千萬人 所以為什麼 不是拜登 就說了 說我7月10號 7月4號要解封 今年7月10號 我相信它可以達到 這樣的話老百姓就可以 過正常的日子 然後你知道 美國是觀光大國 是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別的國家的人 就可以進來 我不在乎 你就有幾個人 你到時候 你講新加坡 新加坡現在打得差不多了 對不對 新加坡不是提議嗎 我們不敢去 新加坡是要我們跟它 泡包 要我們的台灣人去 因為 這個台灣人 有錢 對不對 那可以賺觀光錢 可是他不要日本人去 因為日本人疫情很嚴重 他不要韓國人去 對不對 他也不要印尼人去 對不對 那為什麼 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像英國法國 他們就拼老命 要控制疫情 為什麼 他們是觀光大國 人進不來 鈔票進不來 我怎麼活下去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 這個疫苗是非常重要 可是我們搞不清楚 第一個 我們一直買不到疫苗 那外面的留言非常多 那時候什麼東洋的事情 什麼林泉的事情 有疫情啊 富富洋洋 是不是有政治力介入啊 對不對 然後呢 每一次 時中部長說 從去年就開始講 我幾月來 我進來什麼疫苗 什麼疫苗 這一次又講什麼 五月要什麼 所以說五月底要來 對 我跟你講 參考就好了 因為他每一次講的 當然希望這次是真的 我們也拜託是真的 他每次講的 到時候都沒有兌現 像這次那個AZ 也是突然 飛機飛到一半了 那真的 起飛錢才通知啦 不是 是不是人家用剩的 還是賣不掉的 不知道啊 對不對 那多少錢 也沒有講清楚 對 其實很多的資料到現在 都不是很透明 什麼東西 所有防疫就是要透明 尤其包含現在 我們這一批AZ疫苗 19多萬劑 對 現在打了多少量 對 真的查不到欸 對 他天天 連禮拜天都要疫情指揮中心 要記者招待會 對 可是你真正問他很多問題 他就閃掉了 什麼也不知道 是 對不對 那這樣子行嗎 所以我在別的節目 我就建議他 說這個 社會上 也有不少專家 有一些意見 像王任賢 他以前是 我當署長的時候 他是中部指揮中心的 指揮官 他常常在媒體上 報紙上有意見 我們以前那個蘇 蘇局長 對 成功大學的那個 醫學院的那個 蘇局長 嗯 還有很多人 像柯P也有意見 什麼 那你就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或一個禮拜 把他們請來 好 我聽一聽嘛 你們有什麼意見嗎 對不對 但現在時中部長的狀況 他從來 現在聽不太近去 大家的建議 但我相信大家不是說 會陷在了 或說下面這麼嚴重 要罵他 對 意見呢 你不一定是要百分百接受 因為專家之間 也不一定都一樣 可是你聽一聽 就知道說 可能人家的意見是很好 可能我哪個地方有破口 如果找我去 我說你這個 怎麼叫防疫醫院 根本就是呼嚨人家 一定會出事 對不對 那一次我不是講 那個葡桃的事情 對不對 那當然 你唯一的辦法 就是發動網軍 發動網軍 一定不會解決問題 沒錯 就是我們這樣子 就是大家 現在老百姓都很緊張 到底 而且你想看 我們大家 專家 一再的說 就除了 疫情指揮中以外 所以我們擔心 我們社區 不是那麼乾淨 對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 如果隱藏傳播力怎麼辦 對不對 你想想 那時候 鑽石公主號 那時候已經有十個人了 在船上已經是屬於藍疫的 對 他們也有下來台灣玩 一千人到台北 那些人是不是有人 他們給別人 那我很幸運 他們是回去的時候才發病 回去七百多人 對不對 那可是那個當中是千五幾 那最好玩的就是 那個高雄的那個確診的那個 酒店 酒店 酒店空關 剛剛坐車經過 好 你有經過 對 那你看看 有進去嗎 來不及 OK 你不帶我去我怎麼去 那這個 這個 匡列的一百多人 是 有接觸的 結果 後來一個人都沒有發病 對不對 那這 這是運氣好 我們不能永遠運氣好 那會不會有些流傳到外面 對 那我就 有抗體就不發病了 因為有些人感染就不會發病 是 如果說他有抗體他沒有發病 可是他身上是可以傳染給別人 有可能 今天就有這個例子 同時又有抗原又有抗體 因為這個病有個麻煩 就是可以同時你有這個病毒 同時又有抗體 我們以前就有這個例子 就是傷害麻利 這個人呢 一點病都沒有 結果他是個廚師 就傳染很多人得到傷害 我們發生真的也太可怕了 對啊 所以後來他被 這個那時候也沒有抗生素 他被隔離的到死 這個人真的很可憐 你Google一下就傷害麻利 OK 書長你剛剛提到說要建議實中部長 應該要多聽聽所有專家的建議 建議 那您希望可以給他什麼樣的建議嗎 如果他今天也可以聽到我們的節目 我剛剛已經都建議完了 不是嗎 你的政策你要有人去 稍微去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做到了 我剛剛舉了一個例子 順便就舉了一個例子 對不對 而且呢 你還要聽聽別人的意見 那麼多人給你意見 你聽不聽 你上個禮拜不是有跟他 在廣播電台的大樓一樓見到面嗎 對啊他有跟我打招呼 有打招呼 有打招呼 不是當時說想跟他辯論嗎 他 我跟他辯論啊 他要辯論的話他先付我有點錢 我才跟他辯論 那你這邊他是1450怎麼辦 我才 1450就是垃圾 就是蟑螂 我根本不理1450 我被1450 連總統 連副總統 連慈子忠都要修理我 不過慈子忠看到我每次都還算 對我蠻客氣的 因為我算殺了前任嘛 前輩嘛 那不管了 我那時候被修理到那麼慘 結果呢 我的朋友問我 說你怎麼受得了 你會不會晚上睡不著啊 吃不下 我說你放心好了 我吃得很好 睡得很好 你心理素質非常的好 不是 我說這些蟑螂垃圾 你在乎蟑螂垃圾嗎 你就把它想成那個 希特勒底下的那個 戈北爾嘛 是 對不對 其實我剛才想到說 張尚淳 他現在是指揮中心的召集人 他是您當年當署長的時候的 副署長 是 你跟他沒有溝通過嗎 沒有 給建議說說 始終聽不到 我人家沒有什麼 這個 垂巡 我也不好打那個電話去打擾人家 所以也沒有接觸部長 沒有打過一個電話 他也沒有打那個一個電話給我 雖然以前是非常親密的戰友 他是非常好的一個人 我是求他來的 所以我欠他一個請 我求他來 所以是你邀請他來當副署長 我還動用很多的關係 我去找了他的丈人 就是他夫人的老八 所以結果現在 發生這麼嚴重的狀況 其實他們都沒有跟你 沒有 情意 客氣的情意 完全都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敢說是情意 各有樹葉有專攻 是 但是我也撐過那個 這個流感的這個流行 是 那流感當然沒有這一次這麼嚴重 可是流感那時候也是很多人 嚇得要死 是 對不對 好我最後請教那個署長一個問題 就是 像諾富特飯店的這個財閥 在禮拜五五月七號的時候 已經公佈出來 是 然後結果就發現說呢 罰諾富特飯店罰了15萬塊 但是這個金額竟然比罰個人 如果你在居檢當中落棚還要少 這個是不是有雙標行為 再來就是華航現在有清零計畫 但結果只有特別針對華航 奇怪這個病毒是只會挑華航嗎 不僅會變種還會挑 我覺得 應該趕快這個蒼龍 應該把所有的駕駛員 是 都 機師 請他們趕快打 而且我們應該這樣 你說打疫苗 對打疫苗 這個打疫苗以後 要打兩劑 然後再測有沒有帶原 是 就是這個PCR嘛 應該到時候就沒有了 然後最重要是有沒有抗體 那這個時候呢 你等於是這個有這個疫苗護照 那這樣的話你就不要那麼擔心 對你有保護 對航空公司有很好的保護 那我相信到今年的下半年 國際的這個飛航會慢慢的開放 我相信到年底可能很多國家 你看美國這個跟到時候他就不在乎別的國家進來 就說台灣人有藍營的飛到美國去他也不在乎了 因為傳不到別人去了 是 你看新加坡很大方 是我們不敢去啊 新加坡不是公開要求說 你們台灣的人來我這裡觀光啊 是 因為我不在乎你啊 因為我們這個流行病學是這樣 有感受性的人有多少 是 就是說你進來這個人有抵抗力 又碰到那個人抵抗力 你好不容易再碰到一個人 有感受性就會感染 那那個人發病了也沒有什麼關係啊 這一個人啊 所以這個就是流行病學裡面很重要 是 所以其實署長的建議是說 這個不僅是華航啊 是所有的國際機組人員 應該都是要做好有藝腦的幫助 不能的話別的國家的飛機都可以在天上亂飛 只有我們不能飛 哇那就對我們台灣經濟影響 很大 這個華航的股票 這個貨機不能飛的話 對台灣也是有很大的影響 對 對 OK好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署長來到我們的現場 跟我們大家做分享 那下次再邀請署長來 好 謝謝謝謝你謝謝